哈喽大家好,我是Lara 我们的Podcast即将要满一周年了 哇塞,要一年了耶 相信大家在这一年当中呢 也曾透过我们的Podcast节目 获得一些启发和收获吧 所以我们推出了两个周年庆感恩活动 给大家一起参与哦 普天同庆 会不会只有我在欢乐而已 希望大家听众朋友也可以一起参与啦 那是哪两个活动呢 第一个呢就是104的感谢记 记是记送东西的记哦 记送信件的记 那欢迎大家呢 可以到我们104感谢记的网站上面 留言写下你对于哪一集的Giver来宾最印象深刻 那印象深刻的原因到底是 他分享了什么观点或者是技巧 让你觉得很有帮助呢 只要你在感谢记的网站上面 你留言 然后留言的开头 记得记得要帮我写下 我要感谢Podcast的来宾某某某 然后下面就写你要感谢他什么 为什么要感谢他的原因 简短几句你想要对他说的话就可以了 那这个活动呢也是因为我们的Podcast生日是在11月嘛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迈向一周年生日庆典 周岁庆典嘛 那我们其实认为11月是一个充满着感恩的月份 Thanksgiving嘛 那我们也一直致力在做Bear Giver 善的循环知识传承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真的曾经因为听了我们某一集Podcast 让你的职业上面或是你职场上面卡关的地方 有一些启发或是收获的话呢 真的可以动动手指到我们104感谢记的网站 打几个字打几行字 那让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个Giver 他这样子的贡献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录Podcast 是真的可以帮助到别人的 我觉得表达感谢的本身并不是我们要孤名钓鱼什么的 我相信来我们节目上的Giver都没有这层考量 他们根本也不知道我们要做这个感谢记的活动 对但因为真的很感受到他们无私的奉献 所以呢我也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104感谢记的活动 开头只要写下我要感谢Podcast的来宾某某某就可以了 对我们希望可以延续这份温暖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对那要记住提醒大家是关键字是要写出Podcast来宾啦 因为感谢记这个网站每天都有很多人上来写 对因为104的这个网站你只要写了你想感谢谁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你提供的email 如果你有他的email或者是你有他的简讯等等的 我们就会帮你发简讯发email去感谢他 对那为什么要透过这个网站呢 因为有一些人想要感谢的话真的是比较害羞 不好意思当面说出口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网站也是在传达感恩的力量 所以呢每天都很多人上来投稿嘛 就是会写有些人是匿名 然后有些人就是会写他真的很想对某人说的一段话 我觉得我们这感谢记的网站真的很像是以前我爱红娘那种情书传情的那种感觉 就是把你比较不好意思说出来的话 那我们帮你传递 其实传递的都是一个比较正向的温暖这样子 那这一次的Podcast一周年活动 我们也决定要跟104感谢记这个网站一起做结合 对那你要写出Podcast这个关键字 我们的小编才能捞得到大家的名单嘛 因为参加活动是可以参加抽奖的 就你就有机会获得抽中奖品 所以如果你开头有写我要感谢Podcast的来宾某某某的话 那我们在搜寻关键字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漏掉你哦 这样子才有机会被小编抽中哦 好那这个是第一个活动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感谢记我要去哪里搜寻我要怎么去啊 感谢记的网址呢 我会放在本集节目资讯栏当中 那其实这一个月来的每一集我都有放 你只要点我们这一集的那个节目资讯栏里面呢 就有网址可以点过去哦 那第二个活动呢叫做点点名请教您 那这个活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点名发问哦 点名要点谁 发问要问什么呢 当初职业诊所这个节目推出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可以协助职场上的朋友 解决那些可能他很难找到别人讨论的问题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Podcast这种对谈的方式 邀请在各个领域优秀的工作者来分享自己的经验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嘛 那现在呢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表单 叫做点点名请教您来让大家填写 如果你有职场上或职业上的问题 你就可以来填写这个表单 告诉我们 假设你现在有一个机会 可以问某一个重要的人 希望他可以解答你的职场问题的话 那么你会想要问谁呢 以及你想要问他什么呢 无论你是想要问104的Giverman 或者是任何一个你很仰慕的前辈 名人都可以 例如说我拿我自己Laura来举例好了 我自己就很想要问 唯品风尚集团的CEO 周品君小姐 就是魏老板 对我很想要问魏老板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想要问他当什么资源都没有的时候 你是怎么突破的 这个就是我在心里面偷偷想要问 魏老板的问题 其实104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活动啊 点点名请教你的这个活动 真的是很挑战 你甚至可以说我们有点不自量力好了 这是怎么可能听众朋友投稿许愿的对象 我们都能够去问到这个人 还请他帮忙解答 对不对 这一听起来就觉得蛮有困难度的吧 但是但是但是 我们的初衷呢 就是真的很希望可以尽可能的帮助大家 去度过职场难题嘛 所以如果你填表单告诉我们 你想要点名谁来解答你的问题的话 那么104就会使出我们的洪荒之力 想尽办法去问到你这个点名的人 然后问问他对于你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对那假设真的联络不到他 或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回答的话 我们也会同步把你的问题 匿名发布在我们职业诊所的网站上面 让更多网站上的giver一起解答你的疑惑 所以这个活动听起来是真的很有挑战性啦 但因为我们的初衷始终都是希望可以集结资源 帮大家解决问题 所以就让我们不自量力一次吧 毕竟要开始了才会变得厉害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如果你有参加以上两个活动呢 就有机会参加抽奖 那我们的奖品有什么呢 我们会有两本沙利夫人的新书 每道人生的坎都是一道加分题 我们会送出两本 然后也会送出7500元的礼券 总共四个名额 这样子就有六个名额了嘛 两本书 然后四个500元的7礼券 好 那这个就是小小的心意 就如果你有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呢 就可以有机会来抽中我们准备的小小的奖品 好 那这边呢 就是再一次的麻烦各位呢 可以点开节目的资讯栏里面 我的两个活动的连结都已经放在上面咯 所以大家赶快陪着Lara一起迈向 Podcast一周年之路吧 我们要祝福直压诊所Podcast一岁生日快乐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ardships surgery 晹能